在接下来的这个十几分钟影片里面 你可能会多少涉及到剧透 但是我不会警告你 为什么呢 因为坦白讲 这个片子两个多小时 基本没什么情节 没有情节啊 所以你不要担心剧透的一个问题 大家好 我是随便 欢迎你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呢 但是你在朋友圈里已经恐怕被各种吐槽 或者是夸赞刷屏的这么一个相关内容 是跟最近的一个影片有关 你就已经猜到了 就是杀秋 那么这个影片呢 我也已经看过了 我发现啊 真是褒贬不一 好的呢 就把它捧上神坛 就觉得啊 就是神作 那不好 就觉得不知所云 然后把它踩在脚底下 今天这个影片啊 今天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同样也要看到了 就是他们不同的想法 嗯 这期视频不是来推荐 或者是让大家避坑 看或不看的 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 应该了解的西方的价值观念 然后以便于你更好地去观影 这个西方主流价值观 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啊 到那个时候 至于你觉得它是神作 还是烂片 那自然就会有你自己智慧的判断 嗯 今天我要这个分享的内容呢 可能有四大部分啊 四大部分 分别是希腊的古典戏剧 给了它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还有就是 这个场景和你必须要了解的 近代五百年来的 尤其是殖民历史啊 给这个影片做的底色 第三个呢 就是 呃 它是用了一个宇宙 或者叫做星球大战版的 呃 模式来表现的 其实是古代的帝国运行状态 注意还是西方帝国的运行状态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宗教时期的帝国 也就是中世纪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古典时代 也就是罗马帝国时期 都可以啊 我们一会儿会用一些内容来 啊 和大家慢慢的展开 那最后一部分呢 我要从这个作为一个21世纪 或者说从20世纪生存 一直到21世纪 这样的导演啊 编剧啊 原著啊 那么他们想呈现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会看到呃 他们继承了哪些近代以来的美术观点 美学观点 然后要呈现给大家的这个形象 你可以看到哪些细节表现的这些内容 那首先我要声明一点 我并没有看过原著 我只是单独的从这个影片的角度 给大家去啊 聊这个问题 那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掌握哪些西方人 呃 其实已经不是西方人的一般的常识水平了 已经有了一定相当的这个古典修为的 或者是文化素质的人应该掌握的内容 我现在呢 分享给大家大概是以上这些 不过在接下来的这个十几分钟影片里面 你可能会多少涉及到剧透 嗯但是我不会警告你为什么呢 因为坦白讲这个片子两个多小时 基本没什么情节 没有情节啊 所以你不要担心剧透的一个问题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片子里面反映出来的浓重的古典戏剧色彩啊 呃 开始有一个朋友推荐我说这片子很好 因为他有一种浓重的希腊悲剧的色彩啊 这个是首先吸引我去看这个片子的特点啊 呃 去看这个片子啊 果然我们看到了这种感觉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就问了 请问希腊戏剧的这色彩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敢说我对希腊戏剧有什么精深的了解 但是呃 我可以提两个意见或者是角度 大家去思考一下 希腊 言必称希腊 西方的价值观念啊 文化的源头都在希腊 那希腊的源头又都在哪呢 河马史诗啊 简单吧 哎 河马史诗 好 河马史诗是两部啊 一个是伊利亚特 一个是奥德赛 那故事在这里不展开 我只讲这两个故事给后世 如果说做戏剧的话 嗯 给了什么样的这种超级原始的种子 可以等待你去发散啊 河马史诗分两部分 上半部分呢 就是攻占特鲁伊城 以及为什么要攻占特鲁伊城 这里面要传达的意思呢 其实这个悲意色彩主要指的就是一种 就是难逃命运的琢磨 比如说 这个特鲁伊族啊 全部被灭族 这个城也没有了 这是一种悲惨的命运啊 好像人生来 终有一天生老病死 也就是成祝坏灭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命运的 难以逃脱的安排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著名的谚语 叫阿克流斯之怀嘛 就是整个这个伊利亚特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大英雄 就是阿克流斯 但是最后呢 他还是难以避免 无论你打了多少胜仗 甚至把特鲁伊城的王子赫脱尔都给杀掉了 那也没有用啊 你最后还是要死亡的 这就是即使是神 大英雄 也难逃命运 这个就是和马史诗上半部分 告诉给后世的一个基本的价格观 最起码这是西方的价格观 希腊的价格观 人难以逃脱命运的安排 那么下半部呢 是奥德赛 简而言之 讲的就是奥德修斯漂流归家记忆 那么如果你想去好好地理解这个 我举一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这是个比方啊 它就是希腊神话版本的进化源 能理解了吧 我们漂流回家的过程当中 看到各种海岛 各种奇形怪状的故事 有邪恶的 有威胁生命的 有奇异的 当然也有温柔富贵香的 你看这种是最可怕的 有人要杀你 有人要吃你 你逃跑 你斗争 这事很容易理解 然后也很容易做到 但是有人对你非常的好 然后你也要拒绝 那必须有强大的意识 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们 做出这样的一系列行为 最后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 我要回到我的家里 无论我在哪里 我都要回到我的家里 我要养育我的儿子 我要爱护我的妻子 那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呢 就是你无论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是困难 而且是超级困难 你也不要忘记终身奋斗 奋斗的目标不是得富贵 而是找到自己的位置 甚至是人生的位置 或者说是自己在宇宙当中的位置 那么我们看希腊整个的这个文化的源头给了两个点 这是荷马史诗里的第一个就是难逃命运的安排 第二个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整个这个沙丘的片子里面 这种感觉非常明显 整个影片两个多小时 你看起来好像比较沉闷 但是他传递了浓重的末日一样的压迫感 然后就是难逃悲剧的命运 这个主角的家族是一个统治星球的家族 他就好像是一方诸侯一样 但是你也难逃命运 这种命运可能是终极的毁灭的命运 任何人都会毁灭 然后人肉身死亡的命运 还有你再厉害你也是在皇帝之下 而且你是一个强权的像军阀一样的诸侯 那么如果是一个强势的皇帝 你也难逃被毁灭的命运 你看这些全部都不是大团圆结局 于是这就是命运 而且是悲惨的命运 在这里体现的非常明显 第二个点就是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里边有人跟我说 这篇的我真看不了 如果不是因为田查的脸 我早就坚持不住了 果然这田查长得是很帅 特别漂亮 然后他在这个里边讲到 他是王子 但最后按现在的意思来说的话 他可能会混迹在他们所压迫的这个民族里面 甚至成为他们民族解放的领袖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节 是不是是命运给你安排的 无论你愿意或者你不愿意 最后你找到了你自己在生命当中 人生当中 甚至是宇宙当中的位置 你带着这两个点去欣赏这个片子 这是一种层次 大家可以试一试 第二个点 我们再来聊一下他的这个 人物关系的设计 或者说整个宇宙观的设计 可以这么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宇宙版本的500年来的殖民室 强大的星球 来殖民这个占领一个弱小的星球 但是这个上面有财富 你想象一下500年来无论是早期的菩萨牙西班牙 还是后来的英国法国 还有荷兰等等 他们去上海外扩张 目的是什么呀 攫取更多的利益 那么到东方来 他到这个非洲去 他们想得到东西不一样 到非洲想得的是黄金和象牙钻石 到了这个南亚地区 他想得到的是香料 到中国来得到的就是大量的纸起的白银 然后到美洲 主要得到的还是黄金和白银贵金属 那在这个片子里 它设置的内容 你看强大的种族来到一个落后的 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这么一个星球 只不过是星球 以前是大洲 你看到这些巨大的飞船降落在这一个贫瘠弱小的土地上的时候 那就跟哥伦布的船拿着这个枪来到美洲也没啥区别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代表的是殖民者的态度 你们去欣赏这个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特别殖民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不仅是压迫占领这个地方 而是掠夺你们这里的资源 这点特别有趣在哪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 这个殖民者500年来 在不同地方掠夺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南亚地区主要是什么呀 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地区的 还有印度地区的 他们主要掠夺都是香料 在这个故事情节 沙丘这个故事里面设置也是来到这个星球 要的是他们的香料 注意这个片子名不叫沙丘吗 所以你满目看到的整个片子都是灰了吧唧的 全都是沙子 戈壁 干旱 强日光 在这个地方会有什么香料吗 在真正的殖民历史香料掠夺的帝国史里面真的有香料 那是哪 北非地区 今天你去旅游的地方 北非有很多可选择 比如说埃及突尼寺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摩洛哥 摩洛哥这地方呢 最重要的一个超级伴手礼是什么呀 如果你去过你一定知道就是藏红花 藏红花是谁来耕种的呢 摩洛哥地区的一个传统的民族 其实是一个生存团体叫白白尔人 这个单词呢实际上来自于拉丁文啊 古罗马的时候那个地方就被征服了 他们用拉丁文形成这地方杀人 野蛮人 你看 殖民者或者是强权的嘴总是很大 他说别人是野蛮人 他欺负人家 他说别人是野蛮人 那白白尔人土生土长世代是这个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呢 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贵重价值的农业生产 就是生产这个藏红花 那么当我看到这个片子里边是沙漠 然后还提到了香料作为核心的掠夺的产物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到那一定是藏红花 果不其然 那么在这个片子里面有了一个特别短的 可能只有0.5秒的情节 是在祝福一堆超级战士 是一个宗教模式 往头上抹东西 他抹的是什么颜色的呢 既不是黄的 也不是黑的 也不是蓝的 是红色的 肯定这个片子里没有说这东西是藏红花 因为它是从沙子里面提炼的一种香料 但实际上你看到了沙漠北非的感觉 然后那个地方的土著的形象跟白本人是一样的 就在沙漠里面戴着头巾 穿着长袍 蒙着面纱 保证我尽量不被晒到 然后他们地方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是香料 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你马上就会想到可能是藏红花 那么在这情理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体现 但我要说他只是用了这种背景和设置 他们掠夺的是沙子中的香料 那所以第二层意思就是你看那片子的时候的第二层就是带着殖民历史的审视的观点去看 只不过把这个大洲与大洲之间的殖民变成了星球与星球之间的殖民 但他内队没有任何变化 是什么呢 强大的民族去压迫落后的民族 压迫他的原因只有一个 我要抢夺你的力 这是第二个层面 或者是角度 殖民主义的 第三个角度啊 就是古代历史的专制主义 也就是帝国时代 我们看着这个上面的装束穿起来长袍嘛 有点东方古代的特点啊 而且是整个沙漠的戈壁的 你不由的就会想到 好莱坞最重要的那种风碑式的电影 宇宙的也就是星球大战啊 他有点那个意思 然后呢 这就可以说是一个星球大战版本的帝国时代 你可以理解为是封建帝国 也就是中世纪的神权的帝国 也可以理解为是古典帝国 也就是罗马帝国 无论是罗马皇帝 还是中世纪的天主教教宗 或者叫教皇 他都有个统一特点 就是什么 神秘的 而且是强权的 在整个这个片子里面 我觉得这个点是我作为历史老师最较好的部分 为什么呢 就是我讲了十几年的历史 这个世界史啊 中国史啊 古代史 我从来没有真切的感受过 西方的专制时期的皇权 是个什么样的观感 今天我看到了 这个片子会给你传递出浓烈的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皇帝超级神秘 你根本看不见他 他是一群抓不住的魂魄 但是可以压迫你天天做噩梦 这个片子的男主角嘛 他的家族是统治一个星球的家族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中国的超级诸侯 或者是欧洲的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国王 但是他自己是有形的 我们站在他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 那永远都会有一个一群抓不住的魂魄 超级的黄犬压在他的脑袋上面 然后可以给予你生 也可以给予你死 可以给予你富贵 也可以剥夺你到什么都没有的状态 那底下的人呢 就会涉及到基本的宫斗 因为利益啊 党争啊 你看的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全都发生了 只不过是在宇宙大战的舞台之上而已 注意这里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提点 就是说皇帝传言者啊 传皇帝的画的天使们 是什么人呢 可能是宣读诏书的人 但还有一种人就是神权啊 皇帝在欧洲神权来架起皇帝的这种威延感 是特别明显的 无论是古典的皇帝 就是罗马时代 还是欧洲的封建时代都一样 在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发言者或者是团体 叫什么什么姐妹会啊 你一听欧洲的其实修女团体都叫啥啥啥姐妹会 因为我们跟修女都叫嬷嬷嘛 其实就是姐姐姐妹的意思啊 姐妹会 她的装束也是 你一看就是个黑衣大袍的修女的形象 那这个就特别的中世纪啊 或者说也特别的这个古典罗马时代 因为我们可能觉得中世纪有修女嘛 这很正常 你为什么还要说是罗马时代呢 罗马时代也有这种修女类型的人物 他们叫做真女啊 就是不结婚的女的 你可以理解为罗马的迷孤 就这种啊 真女的形象 反正就是神权的代表 再次的烘托出皇帝的这种威严感 这个点在中国的古代史里面体现不明显 所以我说这个片子 烘托出这样的气氛 让我第一次明确的感受到了啊 西方的专制主义的皇权是什么形象 是神秘主义的 以宗教作为外衣的 然后也有一种重要的部分 跟东方是一样的 就是皇帝让你生 让你死 都是他一句话的事 而且整个片子 从开头的部分到结尾的部分 我们反正我自己啊 得出皇帝的阴谋的方向 完全是相反的 我揣夺不了圣意啊 这正好就是专制主义时代 一个最大的特点 皇帝是超级神秘的 他想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就是领导是超级神秘的 他想什么你根本揣摩 不了 那这次无疑是神权式的专制主义 最大的一个特点 这个片子可以给你非常真切的 这种感觉 可以是1500年前的 也可以是2000年前的 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棒 这是第三个层面 从宗教的神权的角度去理解 西方的皇权的压迫感 第四个点 也是今天最后一个角度啊 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美学角度 美学角度 这个片子的导演啊 编剧啊 等等等等 肯定都是成年人嘛 那他肯定是生活在 生在上个世纪 然后在这个世纪 然后做出自己的一些 嗯 作为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想 生活在20和21世纪的人 他在此前继承了哪些 相对先锋一点的 然后又有一定级别的 美学观点呢 这个片子里面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 我推荐我的这朋友说 这里边有一种设计 叫做巨物崇拜啊 那这里边最起码有两巨物 一个就是庞大的宇宙飞船 很大 从水里面升起 那个镜头非常的震撼 还有一个是啥呢 就是在沙漠里面嘛 然后假定一种东西 就是到虫子 非常巨大 可以一口吃下一个建筑 一个巨大的机器 那么大的叫杀虫 一种虫子啊 那种虫子 那这都是巨物崇拜 那这个点代表着什么意思 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这个点我马上就明白啊 它其实是在表现 十九世纪的时候的 一个基本的价格观念啊 就是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是田园木戈式的 就是回归到人的处始状态 毫无这个阴谋啊 斗争啊 就是简简单单 吃一点 喝一点 就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另外一个呢 就是自然 另外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 什么东西是最能够让人感到爽感的 不是你得到多少钱啊 也不是说你得到了多少权力 而是你在无法抗拒的 强大的自然力面前的一种跪拜感啊 这个浪漫主义的特点 有一个假设就是人是一种天生需要敬拜一个对象的追求的这么一种动物 所以在强大的自然界的力量面前 他觉得我无法抗拒 但是我达到了最爽的感觉 这个你可以去参考 就是英国的透纳 这个画家 他画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雪崩啊 海啸啊 然后地震啊 火山啊 这些全都是人无法抗拒的 对不对 超级的自然力量 但是在这种超级自然力量面前 人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宇宙超级的这种压迫感式的力量 然后达到了敬拜的一种内心的快感 这个呢 就是浪漫主义的另外一个部分 而这个片子里面所表现出来的 无论是巨大的飞船 然后空中堡垒的这个航空航天基地 还有那个沙漠里头 人都没有办法抗衡的超级大虫子 这些巨物崇拜 其实都是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 而且是浪漫主义色彩的二分之一 那种敬拜感的部分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的这个底色里面 设计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这是第四个层次 那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看这个片子如何可以不睡着呢 因为它两个多小时真的没什么情节啊 这是一个巨大史诗级的故事的前传可以说 就是序幕的部分 所以没啥情节 我们带着四个角度去看 就能支持你把这个片子看完 也理解了西方人眼中 什么样的东西算是一个 他们想追求的所谓的高雅的艺术啊 四个点一 古典的希腊戏剧的方向 就是难以逃脱的命运 和寻找自己的位置 第二个殖民时代的历史 就是星球的扩张 就是强权的扩张 掠夺资源的模式 第三个就是给你营造出来的 非常非常鲜明特色的 让你感同身受的 古代欧洲神权为外衣的皇帝权力 专制的压迫感 第四个就是从美学设计角度 让你尽情的去体会浪漫主义当中 那种所谓的在自然强大面前的敬拜感 甚至是跪拜感的那种 达到内心的愉悦也好啊 匍匐在他面前也好啊 一种感觉 这些呢 就是我提供给大家的四个角度 你去观察或者是去观影这个片子 那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帮助 还是回到开篇的那句话 当你了解这些内容 然后你看了这个片子以后 至于它是烂片还是神片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喜欢 请关注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